他剛才聽到傑銘哥 他們家也有在種芭樂 大家都很嗨 大家都在問說 傑銘哥你們家是種什麼樣的芭樂 沒有 我先說明一下 因為我有庭院 然後庭院上面有種的 大概三顆芭樂 這個三顆不是他種一堆 但我要特別提供 而且那個芭樂樹送給我 其實是建商 建商送 所以你不是送來兩地的 建商 他們就覺得華麗 他又要選市長 這很有趣 他就是你知道建商 他們手上就握有很多的這個芭樂樹 他們如果要今天要把一塊土地變更之前 他們會這邊農地一定要農用 有一個人你知道林芝廟 大家知道吧 林芝廟的唐姐民事有報 他當時也是嘛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既然要說 我這是農地因為要被徵收嘛 那我證明我是農地嘛 那最怪的方式就種芭樂 所以芭樂苗原來是首選 而且重點是芭樂 芭樂好處就是你也不用什麼澆水 你就擺那地方 他就自己會長大 對 所以你譬如說還有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我今天農地要分割賣給人家 那你要證明那是農地農用 你要先證明農地農用 因為我們在竹北市 還有一些比較偏區地方 他是農業區 但是他想分割給別人賣 那最好方式怎麼樣呢 也是在上面種芭樂 種完芭樂 你證明農業農用 就可以分割一塊塊賣給人家 竹北市那一塊農地 每塊農地都是好 都是幾百萬起掉的 以前只知道芭樂是好吃 所以你就知道柯文哲內心深處是什麼 我覺得不是一定有人跟他說 你現在要證明這塊地是農地 農地最好的方式呢 你也不可能上面種稻子 那也不可能種高麗菜啊 因為太麻煩了 要顧很麻煩 你最好的方式怎麼樣 就是去買樹苗來種 樹苗裡面最便宜的就是芭樂 除了芭樂之外呢 還有柚子 這是最常被用的兩種植物 但是呢應該是敢罵啦 敢罵 那他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因為他爬除 他根不深 要爬也容易 如果你種的是那種 就是有些人把他拿那個什麼 種那種比較高價單價的那個樹苗 那可能給他久一點 那根很深 你要到時候要拔也很麻煩 要出力嘛 而且你要照顧很麻煩 而且可能還有蟲害很麻煩 所以也就是說呢 今天如果柯文哲選的是別的植栽 那我覺得OK 他可能真的就是這塊 他也打算永續經營 他一選樹苗 我這樣 明眼人都知道 要不然你就打電話問林子苗堂姐嘛 為什麼農地農用 你一定要用芭樂嘛 你問那些開發商嘛 像我們在竹北啊 竹北旁邊的土地現在都很值錢嘛 那現在你就發現到很多地方喔 他原本就荒煙漫草 突然之間清乾淨了 過幾天你看到什麼 也是芭樂樹 所以芭樂樹很熱 所以你只要經過那種說農地 突然之間原本是荒芜土地 種起拔樂 我大概就猜了 下個動作 這塊土地應該會被用 因為他要先證明農地農用嘛 那你中間在轉賣的時候 就沒有那個額外的稅金啊 如果他不是農地農用 而轉的時候 要增那個增殖稅 要增土地稅 農業轉移的稅 通通都要增加喔 那是一筆開銷 所以我這樣講 柯文哲心目中 根本就沒有打算要放棄這塊土地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也知道 現在整個新竹市能夠開發土地 已經不多了 現在官埔二級完之後 只剩下水源地那塊土地 那所以現在頭前行那塊土地 肥美到不得了 而且我這樣講 那塊地在哪裡 告訴你好不好 那塊地離以前高鴻庵 以前租的房子很近 他還不是住那個豪宅嗎 他之前住的那塊土地 就是以前那個整個眷區改變了 就在旁邊而已 不遠 那那邊呢 其實很旺喔 那邊還有包括了 我們就是說有大型的商場 好像講商場很敏感對不對 那邊也有商場 所以那塊地 如果將來真的做土地 土地 剩下的土地啊 而且現在的土地價格開什麼玩笑 現在整個新竹市房價 以前那是二三十萬起跳 現在都六十萬起跳 那個而且你知道重劃區 馬路重新給你開過有沒有 公共設施幫你開過有沒有 學校幫你做好有沒有 花園幫你弄好對不對 那這塊土地是有可能 因為他旁邊已經有一塊土地 稱之為就是經貿園區了 因為當時投錢基這塊土地喔 之所以不能變更的原因 那時候其實國民黨 國民黨議員市長 早就想動投錢 那塊土地 新竹現在有個立法委員 最厲害就是炒地皮啊 他現在面前立委那一位 好沒有說誰 大家先知道 我們那邊有三塊大的土地 在新埔都跟他有關啦 水源地 他從新竹線炒到了新竹市啊 大家都知道啦 好但我的重點是什麼 這傑民哥說的他會有錢 對對對 這個都是這樣 因為我住當地 我當時知道啊 哎呦我們新竹線那幾塊土地 在開發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 那是一瓶28萬 現在一瓶都已經到六七十萬 太多台積電工程師了 那你想看這件事情嘛 連山坡地都可以蓋到 我講完都快哭了 連山坡地現在一瓶都可以 買個四十平方 只要兩千萬以上 所以我們這樣說一件事情 這個所以他很清楚 那塊土地現在已經跟旁邊 一個經貿園區 因為當時沒有過歷任 國民黨市長都想要變更嗎 沒有過 現在那邊呢 已經有一塊土地喔 那麼已經可以變成 是所謂經貿園區 那有那個經貿園區 整個投錢新那塊土地 農地就可以變更了 那變更開什麼玩笑 一變更 以現在土地價格 動輒一筆一百萬以上 他取得價格才多少 十幾萬而已 那變 那我們說二分之一 我們說二分之一 我們不要誇張 因為你還有一半要還給政府嘛 那你也是十幾萬變成五十幾萬啊 那加起來這都這不是錢嗎 所以回頭一件事情 柯文哲 如果真的要回到土地正義 而且他繼續想要從政 你知道從政不能沾土地 這是永遠不變的真理 同政絕對不能沾土地 你有看過一個人 他市長幹完了 選過總統了 他還想選下任的總統 他還要跟土地沾上關係嗎 你覺得他有欠這條錢嗎 美美最會算啊 他這一次選舉補助館多少 民眾黨 未來四年可拿多少 六七億 你有欠這條嗎 對不對 而且說真的 他真的可以賣 他真的可以跟另外三個醫生賣 因為那個加起來也沒有多少醫生買下來的土地 一定可以買錢 他為什麼不賣 到底是誰讓他不賣 不是 為什麼不賣 到底誰不讓他賣 到底原因他不賣的理由是什麼 今天拔了樹一擺下去就知道了嘛 等著高鴻安啊 高鴻安如果這七月份沒事的話 這塊土地變更就是事實啊 要給我邱成員了啦 不管高鴻安會賣 對啊 給我邱成員都佈裝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喔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要選總統 他的心目中就想要炒地皮 你種拔勒樹就這個已經講了嘛 開放商最有效的方式 就在農地農業上面種拔勒樹嘛 等待這個土地變更嘛 如果你今天一個要選總統的 我先不講你講什麼偉大的論述 只講一件事情 一個現在要選總統的 連這麼一小塊的利潤也不小啦 一兩億也跑不掉 那這樣的利潤你也要吃 要選總統 那我可以講一句話 幸好他沒選上總統啊 那選上總統的話 那我又不知道多少農地 將來變更建地喔 我的媽這太可怕了 我沒有想到 一顆白蠟滾出這麼多的議題啦 這個佳麟這邊先來補充一下 我們要稍微平衡一下嘛 聽來看柯文哲主席 他怎麼說的 昨天記者有去問他 他說他這個農地的事情 第一步就是要先恢復農地 要先達到標準 他說他也有跟他爸爸媽媽講啦 他也不太可能再回去新竹當醫生了 那個回去住也沒什麼可憐 柯文哲有這樣的說法 說今天家琳 我是不敢說柯文哲要炒地皮啦 但是這個四叉貓去翻出這個 之前柯P粉絲的這個帳號發文 他的意思是說人家專業的 這個炒地皮最高端的手法 就是叫人家建巴勒樹啦 這是之前有帳號發文 這樣寫的 那對照現在柯P他們這樣的手法 真的很巧合 應該是都計畫好的吧 因為大家記得柯P當初被人家發現說 他有這塊地 他說他是跟他太太跟爸爸媽媽在這個年月放上面商量的嘛 那他本來一月九號的時候是過年前嘛 本來說賣掉嘛 他可能是在今年年夜放的時候 又改變主意說要種柯拉啦 因為反正他都柯媽媽 柯爸爸的 那我是個人是覺得 柯拉是一個很好的水果 他有抗癌等等的效用 如果他認真的真的要在這邊務農的話 我也樂觀其成 因為畢竟最近立法院他的新聞好像越來越少 那騎兩次腳踏車大家也不想拍了 搞不好這個過明天後天 他就到這個農地當農夫了 除了這個樹苗種下去了 就開始這個全身 全部武裝穿起來 這個除草啦 噴料啦 什麼應該都會來 我認為 種給小草看看 對對對 未來呢 我也可以建議柯P很多方向 譬如說你們民眾黨 不是要開小草咖啡廳嗎 這個柯拉可以做很多的不同的產品 除了這個柯拉的果實 你可以這個柯拉乾 還有柯拉汁 你都可以在你的小草咖啡廳裡面賣 你看他多會算 很厲害啦 建商敢不敢後面來買 要不要養地 反正過兩天就沒新聞了 對不對 那他如果真的要處理 其實他在選舉那時候就處理了啦 你如果真的有心要選上 想要這個讓大家不要再批評說 你口中講的土地真是假的 選舉當時他就要處理 好 那也選完了 都那麼久了 他不是說要把這個1月9號說 要把持分賣給其他人 不要虧本就好嗎 聽傑明哥這樣講 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這種柯拉不只不會虧本 還會賺 因為為什麼呢 建商會覺得說 你好內涵跟我們一樣 都一樣 所以很多事情不用寫那麼清楚 你應該都了解 而且搞不好還是建商教他的 你說建柯拉是只用暗示 對 不過我要提醒啦 柯拉雖然很多用處啦 但是在這個我們民間的說法 我是 這不是我講 這是Google 這個維基百科上面 柯拉也有可能 人家講的是那個 會爆炸的那一種 所以為什麼會選柯拉我也不懂 另外一種在網路上面的用 人家說開柯拉票 以前還有這個票據法的時候 不是看那個空投資票 都沒有辦法兌現 叫開柯拉票 後來在政壇上面 我們也會講說 如果開出來的政見 沒有辦法兌現 也叫開柯拉票 我就覺得跟柯P好像 這個部分 說到這個柯拉票這件事情 當然有雙關的遺憾 我也請教一下玉慧姐 當然等一下邵廷議員 柯拉的東西大家都可以來補充 大家很有興趣 只是講到這個柯P所謂的N加1計畫 會不會最後變成柯拉票 這個目前大家也在問 柯P一直說他們呢 這個有所謂的N加1計畫 當然被少廷國民黨酸他 你們連N都沒有哪裡去N加1 柯文哲說 目前我們算一算全國15位議員 確實連N都沒有真的很少 可是這就是我們小草的精神 那黃珊珊感覺起來 是非常力挺這個N加1的計畫 他說因為他之前選那個港湖的議員 人家說他票很多 票多到都可以當選兩席 所以一個政黨就是要不斷成長 要經營然後慢慢的擴大 可是黃珊珊看出來子弟兵陳佑誠 也是這樣想嗎 雖然前面話講得很漂亮 說未來不僅N加1還要N加10 可是後面才是重點 後面陳佑誠說 不要讓N加1變成兩人三角的遊戲 這個民眾黨曾經在提名犯過的失誤 難道現在還要再來一次嗎 子弟兵講的話跟黃珊珊講的話 你都知道我是最尊敬柯文哲的 那我這個言必稱柯文哲是神的那種人 那心裡面也非常崇拜柯文哲 非常敬仰柯文哲 可以風行朝眼有非常多的小草 聽到他看到他想到他 都是羨慕的不得了 那柯文哲為什麼會去種芭樂呢 就是因為他的惡趣味啊 選前就如剛剛佳玲講的嘛 選前開芭樂票 他現在惡趣味反正沒聲量 所以選後種芭樂給你們看啊 這個就是他的惡趣味啊 老實講他最近真的是沒聲量 剛才其實佳玲講到了 連騎腳踏車 連從那個杭州南路走到青島東路 大概短短連500公尺不到 他這一招大概都用盡了 然後連高鴻安出庭他都要去蹭了 所以他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蹭了 那我在這邊誠心的建議 因為既然我那麼崇拜柯文哲 我要誠心的建議 因為高鴻安今天早上出招啦 高鴻安今天早上 其實也不是高鴻安出招 是高鴻安的這個身邊的助理 竟然有人爆料出來說 高鴻安竟然在當時 曾經叫他的這個辦公室主任 因為他有什麼政策主任啊 還有行政主任啊 說那個主機啊 那個主機 你們不要回答檢察官的這個實話 主機要怎麼把它弄壞 潑咖啡 破咖啡 破壞主機 破壞掉 那個主機就會盪掉 所以柯文哲 今天我想 記者應該要趕快去追問柯文哲 這件事情 柯文哲一定可以給高鴻安 小以大意 告訴他 潑咖啡沒有用啦 你一定可以給他更精闢的一個見解 教他說 潑咖啡如何沒有效 要潑什麼東西 才會更有效 然後記者要趕快去問問看陳佩琪 那陳佩琪醫師一定會交出 因為畢竟是小兒科的這個這個大夫嘛 一定會交出更高明的 要告訴這個高鴻安說 這個潑咖啡這是沒有用的 以上全部都是廢話 因為高鴻安如果真的是做了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我覺得他的官司恐怕是凶多吉少 但是現在應該是做你自己說出來 對不對 助理說的嘛 原來匪陶匪是用這招 是 這個也讓我們真的是 也蠻匪夷所思的啦 不過現在真的柯文哲他其實是蠻需要蹭聲量的 為什麼其實這跟他前一陣子講出N加1 這裡有關 N加1講出來以後 其實民眾黨內現在十四五個議員 所有的人大家都翻臉都跳腳 因為他們本來那一個人就已經瓶爬串 他們要穩固他們這一席 在下一次的選舉當中能夠當選 其實都是非常的困難 因為在民眾黨現今的一個情勢 然後在面臨藍綠兩黨的一個挑戰之下 然後在藍綠兩黨未來看到這個 當然不希望民眾黨做大的一個情形之下 所以勢必會有一番激烈的一個鬥爭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他們的提名策略又採取N加1 這是為什麼民眾黨的議員 心裡面會覺得惶惶不安的一個情形 所以台北的這個學姐反彈 還有很多其他的人也都反彈那個原因 那昨天是因為有一個議員 黃珊珊的子弟兵出來 然後所以才會勉為其難的講到了說 這個可以N加10啦 但是這個也提醒民眾黨 不要犯過去提名上面所犯的一個失誤 但其實有一個人呢 我們上個禮拜其實講到的 以前在民眾黨內 也曾經在高宏安的陣營 哇當時也是這個網路上面 號稱表特版的最惠神 這個漂亮女孩的Z9 那當時也是覺得 哇Z9加入民眾黨 那個應該是可以給民眾黨 在網路上面聲勢 可以說一飛沖天吧 結果沒想到 當Z9被挖角的時候 被他們挖走了啦 據說據說據說 這個據說當問他說 你要不要過來 他秒答應 秒答應 秒答應 我們是IU的票 這個是秒殺 他是秒答應說好我去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他在民眾黨裡面 他就浮浮沉沉 甚至於找不到一個民眾黨 讓他可以繼續好好的 這個發揮的一個一個 前途的一個地方 那他之前有誰 有寶寶 寶寶之前有誰 有必如 那所以這些你可以看到 這些不見容於現在的 這個柯文哲身邊的 這群人 包括黃珊珊跟陳志涵的 全部要麼就被發配邊疆 要麼就是一旦 如果信得民主 就有人只要一針 徵詢他們的話 秒答應 你就知道說 當民眾黨內 現在其實是人心惶惶 所以你要他如何N加1 那所以這也是呈現出來說 我再一次講 柯文哲那個是惡惡趣味 他今天那一塊農地 他如果有心想處理 早就處理了 他就是不想處理 所以拖到今天 所以他今天為什麼 還去種芭樂樹 就想說我選前開芭樂票 那現在我為了要再一個 再喚起大家的聲量 再讓記者來拍 所以我就種芭樂樹 怎麼樣 就讓大家更討厭他 賴嘉玲要簡單補充一下 我要講到這個N加1 因為坦白講 在這個台北新北 這個有兩席的議員 我都觀察他們 民眾黨兩席議員 我覺得他們都很優秀 譬如像林口的這個陳士軒 他算新增的 對對對 這個他陳士軒他選得非常好 那另外就是佑辰 佑辰議員他本來是黃珊珊的助理 一路這樣子 他從十幾歲就跟著他 我覺得我為他們報區 因為為什麼 你要N加1 你要考慮現有的議員 如何拿到票 而且現在你柯P 你不要用總統的票 來估你議員的票 總統大選或立委選舉 跟議員的票 是不能用這樣子相比的 你想說柯P拿了很多票 所以下一次也會有 我覺得這樣對這兩個現任的議員 我認為這個是不公平 另外一個 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我這真的是誠心 不是要害柯P 也沒有要罵民眾黨 我是認為說 在我們提名過程 因為我在民進黨也很久 很多都是比如說你高提名 結果你下次假設說 在佑辰這一區 你多提了一個人 搞不好不是佑辰當選 另外一個當選 而是有可能只有一個會當選 更差勁的是兩個都會落選 民進黨太多這種經驗了 所以你在評估這個 要不要加1 或不加1的狀況之下 他不像民進黨那麼有制度 民進黨還會透過地方的黨部 很多的委員一起來討論 才會提出這樣的主張 柯P不是啊 他想著什麼就說什麼 想著說加1就加1 壓著這個陳佑辰 我覺得他真的很辛苦 黃珊珊也說這樣好 對 他說他的票很多 我覺得黃珊珊是這樣 畢竟現在是立委 不得已他一定要 黃珊珊珊好棒喔 他的票一定可以 對啊他一定給講主席的話 陳佑辰的實力跟他一樣 當然不一樣 所以珊珊他講出這個話 我也可以體諒 畢竟他是現在最紅的 當紅炸子雞 對阿伯當然你看黃國昌 在那個在這個秀他辦公室的時候 不是也把柯文哲政策拿出來 柯文哲就喜歡這種味道 但是可憐的這些小雞啦 包括陳士圈 包括這個陳佑辰 他們兩個都剩在等 要給我再提醒一遍 你多提一提或是多提二 你N加一到N加十 我跟你講你有可能全部都落馬 這個很保守的時代 我奉勸你還是要做保守處理 不不不 我要看到遍地小草開花 全國都小草 小草滿天飛最好 小草精神小機會不會嚇死 這選舉少廷議員也流行嚴 剛才岳慧姐舉的那個故事說 因為Z9現在是到這個韋傑議員身邊 來當顧問等等的 聽說秒答應阿 不是柯文哲不是才要N加一嗎 是怎麼糟糕你們這邊 有可能他在裡面感覺沒有受到重用 或重視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其實當民意代表 家庭在這裡我們就是要一個舞台 你要能夠表現自己嘛 但是我覺得回過來一講 我覺得柯文講這個N加一 我覺得還是在炒聲量 因為現在還沒有到2026 你幹嘛現在就在講N加一 難道你要提名了嗎 人家現在就要培養 是是 你看人家做白肉也要趕快用一下 我覺得與其他去打嘴炮 你不如真的好好去經營 我舉高雄的例子就好 高雄民眾黨在2018 2022都有推出議員候選人 現在掛蛋 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一起都沒有 2018提名 2022又提名 提了好幾席 為什麼都沒有上 我覺得家庭在這邊 我們很清楚 當民意代表 不管立委或議員 基本功 平常的服務 平常的經營是很重要的 不是在媒體上面打嘴炮 我現在柯P在高雄 二十趴的支持度 那我這樣算一算 每一區我都可以有一席的議員 都有一席 我覺得這不是這樣算的 這樣說會比較快 所以我建議民眾黨 在各個地方 至少你六都好好經營吧 你說你台北新北 台中有市議員 至少台南高雄 完全是掛蛋的 你要不要去地方好好的經營 我覺得總比在這邊一直喊著 那為什麼2028到2022 六年了 今年2024了 民眾黨在高雄議員 還是掛蛋 所以我覺得 我還是奉勸 你還是好好的 把你地方的組織 地方的經營做好 你才有機會 那你回過頭 所以我覺得他只是一個炒聲量 就是要讓大家覺得知道 民眾黨還在的 2026我要參加 不要把我們放不下 那回過來講 他這個土地 你也對芭樂有興趣 大家都芭樂票 其實我覺得這叫芭樂承諾 大家想一想回想一下 柯文哲自己說要把他賣掉的 對不對 那我覺得你承諾完 就不守約定了 這不叫芭樂約定 芭樂諾言嗎 承諾嗎 我們選舉最怕芭樂票 所以大家說要投給你 我每次都跟他開玩笑說 我大家如果議員選了 我明明就拿萬幾票兩萬票 答應我都要七八萬票 所以他招不動 我一定回答給你 我什麼想你 出去大家都說要回答給你 我算是七八萬 怎麼回答兩萬票而已 這才百萬票 是說少廷議員 高雄你這樣拿兩萬票 是也可以讓兩個議員當選嗎 沒有高雄發抖 高雄發抖 高雄發抖 上一屆投票率低 上一屆一萬一 一萬二就當選了 我回過來講 柯文哲 二零二二四選過一屆總統 二零二八 我看他也是箭子要選 你是要爭大位的人 我建議你對你的承諾 還是要注意一下 否則你下次二零二八選會 被他出來說話 人家現在有在補救啦 聽說因為人家現在是百萬youtuber 大家聽好了 誰的那個youtube訂閱數 有百萬人家柯文哲有欸 所以聽說現在 YT要重新推出個新的節目 叫做今晚我想來點真心話 因為柯P最近真的要加油 因為聲量都快被你們 國民黨新柯立委 給人家搶光光了啦 國民黨立委一下要提什麼 總統投兩輪啊 現在又要力推不在籍投票 到底我們台灣適不適合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了解